这俩将军在约战 明天下午三点半 小树林不见不散 今晚大家各自休息 谁也别玩偷袭那种下三滥 须盖答应的十分爽快 但转头就去偷袭对面 趁天黑进攻秦军大营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突然外面出现大批秦军 反倒将储君包成了饺子 原来卫章早有准备 白天约战那一幕 不过是想诱敌深入 随着秦军不断增多 储君逐渐招架不住 卫章见时机成熟 故意开了一道口子 让剩余的储君突围 因为他在丹阳城下 还埋伏了一队重兵 就等着败军逃回去时 趁机进攻夺取城门 但他的意图太明显 须盖自然不会上当 亲眼看着手下全军覆没 也没出城进行营救 须盖果然谨慎 太可惜了 没捞得肥肉 但卫章这一技还没完 他不光算计了两军对战 更算到了楚国国情 楚蒙蒙复仇之心强烈 只想尽快打到咸阳去 屈盖这种避战的行为 在他看来就是阳奉阴伟 朝阳想帮屈盖求情 声称战线远在千里之外 屈盖作为老牌名将 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大王还是不要轻易插手 但这句话在楚蒙蒙听来 却感觉他是在质疑王权 你这老头实在可恶 一直主张与亲结盟 秦始的贿赂没少收 正事却没办几件 现在两国已经开战 你竟然还在想着结盟 难道是怕财路断了不成 朝阳听完面色惨白 他呕心沥血奉献一声 自信没有对不起楚国 可到了楚蒙蒙口中 却成了贪财练权的恶人 巴拉巴拉 就这样吧 楚国任由你去折腾吧 老夫再也不掺和了 朝阳没有再做辩解 决心从此退隐庙堂 你暂且放一下享乐 即刻动身 赶去戴阳 令曲盖速速开战 击退情贼 子兰傻眼了 你也知道 我只会享乐 上前线这活儿 实在干不了呀 但是看着大王神情凝重 子兰不敢在这时候推脱 只好硬着头皮打应 可他却也没什么本事 到了前线 只会传达旨意 让曲盖赶紧出城迎战 秦国的增援已经在路上 若是再耽搁下去 迟早会被秦军瓮中捉鳖 曲盖不想对牛弹琴 早早的备好了家人美酒 只想让他赶快去享受 别在自己眼前晃悠 子兰一听 那逞 一头扎进女人堆 再也没出来 就在储君不知所措时 秦国的增援已经到了 带兵的是大将军迎华 可他刚见到魏章 便冒出一股无名目火 男人上来就掀桌子 敌人都快打家门口了 将军竟然还在喝酒 酒能助兴 也能解仇 将军若是眼馋 不妨供罪 你就不怕受责罚吗 我怕不怕你不用操心 但是你敢对上妻不敬 那我就先拿你开刀 捆了 我看哪个敢动 你往我手上看 瞧这什么宝贝 大王亲赐的军服 敢抗命就砍了你 王上看中你 是让你领兵伐储 不是让你再次饮酒的 魏章懒得跟他多说 吩咐士兵将迎华拖下去 打完二十军棍再说 可惜援兵里的愣头青 不止迎华一个 魏然跑来当面质问魏章 为什么要惩罚迎华 可你也不想想 迎华好歹算个师长 在军长面前撒气能理解 你一个小小的营长 怎么敢对手掌指手画脚 关键时刻 迎华出生解危 昨天挨了一顿军棍之后 他脑子清醒不少 特意来向魏章赔罪 并且经过对方的解释 迎华知晓了工程计划 是采集附近的铜油 发起火攻 这更让他羞愧难耐 自己喝酒是为了犒赏 对方喝酒是为了建功 迎华很诚恳的道歉 但魏章却毫不领情 反而提醒他多读点书 不要老是凭感觉打仗 这样迟早会出事的 迎华脸上露出谄笑 心里却对他佩服得紧 气氛宫多到位 魏章开始下军令 公子华将军听令 末将在 明日取得丹阳城 末将听令 丹阳攻坚战很顺利 不到半日便破开城门 等到城中开战的时候 子兰才从女人窝出来 他哪见过这场面 看着护卫一个个倒下 不知从哪里出来力气 抬起兵器一顿乱砍 总算拖到援军前来 随着他们一起撤退 子兰虽然走了 但屈盖不能走 人在成在 城破人亡 是职业军人的宿命 更是屈盖给楚国的交代 他要用死战来证明 楚人的血性没有磨灭 魏章占领丹阳后不久 楚国援军已经兵临城下 但却只有十万大军 剩下的人马没有出现 魏章心里反复推测 最终只想到一种可能 楚国分兵去打蓝天了 不会 不会 景翠绝不敢投袭蓝天 景翠不是去盖 蓝天守军不足一万 距离咸阳不足百里 清国现在能动的部队 除了他们便只有迎击了 但二人不敢坐以待毙 决定由一人率兵突围 前去支援蓝天 魏章掏出铜钱抓救 生死由命 我选自 平生不惜才多 这单活我接了 迎华没有再给魏章机会 已经喝上了壮行酒 清点人马 准备出发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说 关注我 看好剧 我在这 先行拜谢了 我下期待会儿 我下期待会儿